下一个问题 Gran Cherokee推不推荐学生开 这个是来自DS Lee的问题 大切谁开我都推荐 但学生的其实这就比较好一点点车了 当然比起人家插五卡燕的 可能人家更财主一点 但大切如果说真有经济条件 或者说找到一条二手车 符合自己的预算 我觉得是可以开的 因为学生生活也比较丰富一点 朋友比较多 大切安全性性能 会让你学生时代的生活非常好 但是又安全 比起日本车 当然这里如果同行得罪的话 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还是相对软一点 特别在北美生活 可能同学也是在留学的 国外你看满大街的皮卡 车都是比较硬一点的 你开大切肯定安全性很高一点 但是它舒适性又更好一点 然后它性能也摆在那 所以我觉得是推荐的 对吧 那当然木马人也不错了 各方面也有 如果你喜欢大切的话 那就买大切吧 好吧 好的好的 下一个问题 来自孙一豪的问题 它这个是针对木马人 现在隔音有改进吗 有改进 现在音响好多了 在路上把音响开大一点 这个啥噪音都听不到 谢谢你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凯欣 他的问题是 我买了辆一五款的克莱斯热200S 大叔可不可以讲讲这个车 还有这个车都需要保养些什么 大概多少旅数需要保养什么 最好能带英文的保养名称 我对车一点都不了解 希望大叔可以讲讲这车 这么来说非常好 你这个车买得非常好 唐大叔一般可能这些车都从来不去讲 但是它都是克莱斯勒旗下产品 我也卖过 在这个系列里面 其实S我认为应该是最值得买的 当然它还有limited 但是S应该是开上去的感觉 S应该是sport这种感觉 更多一点 它座位它各方面 相对低级别一点的 像LX或者什么的那些200 我觉得这台车才是真正有点小意思的 所以挑的非常好 保养方面其实也就是8000公里 一小宝换个油换个塞 接下来的话可能有5万公里 或者说其他的保养项目 像两三年一般建议你 air filter 就是air conditioner的空调的那些东西 保养保养或者刹车或者轮胎 那都是基本上 你可以跟他要一个我这个车型的保养清单 他会告诉你ABC一般 ABCD的这种 A一般讲的就基本的 我刚刚说的换油的项目 B的话就多一点 在接下来都会有相应 那英文的话 我觉得大家多用谷歌翻译吧 对吧 如果像我刚刚说的 拿到那张清单的话 你可以去对应的去翻译 对吧 一般来讲我们oil change了 对吧 那斯文定位就是alignment呢 那还有其他的 这一下子说不清楚了 对吧 大家去自己多用谷歌吧 或者去 我相信有人写过这种文章 去谷歌上搜一搜保养的对应名称 然后再拿着你拿着那个这个车型的保养的建议 这个厂房建议的内容去对一下就出来了 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 感谢你的问题 点赞的朋友就先谢谢你们 没点赞的赶快点赞咯 当然如果你住到温村或者大温富 买几乎 肯定呢 可以来找唐大叔 唐大叔一定会把你们照顾好的 好的 广告词那就不多说了 另外呢 如果觉得这些问题 可能你的朋友身边的也会有帮助呢 记得分享哦 这个唐大叔之前说的少一点 分享点赞 还有订阅这些都是好习惯哦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现在我也看到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成长得越来越快了 然后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人加我微信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爽吧 现在活的 能认识这么多人 然后大家喜欢捧这个吉普的人呢 其实性格也有点 对吧 有一点这种小皮啊 喜欢自由啊 喜欢这种对世界很靠奇啊 所以非常高兴 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 分享他们的一些 那我也让我走进他们的这个生活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